针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告诉南韩官员,他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信念没有改变,也希望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前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一事。 川普今天推文表示欢迎路透社报道,川普在推特、Twitter、推文写道,北韩金正恩表明,对川普总统坚定不移的信念。 谢谢金主席,我们将携手完成。 南韩总统赴清瓦台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表示,金正恩告诉南韩官员,他对川普的信念没有改变,也希望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于2021年初结束前,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,结束北韩与美国敌对关系。 郑义荣说,他,金正恩,特别强调,他从未说过任何有关川普总统的负面言论,被韩领导人金正恩,徒佑,希望在川普,徒左,的第一个任期前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一事。 川普表示欢迎,美联社,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